你知道嗎? 我們平常看到的太陽 不只能曬衣服、曬人 甚至還能夠直接發電 太陽能怎麼把光變成電的 今天帶你來簡單的了解一下 太陽能板的核心是光伏電池 它可以吸收陽光中的能量 把矽晶片裡的電子激發出來 形成電流 不過太陽能板產生的是直流電 而我們家裡用的是交流電 所以中間會經過一個叫做逆變器的小幫手 把直流電轉換成交流 再送進插座當中 現在很多人家裡會裝物定太陽能 不但可以自家用 多出來的電還能夠儲存起來 或送回電網給其他人用 太陽能發電的過程乾淨沒有污染 但從製造太陽能板到回收 還是會產生碳排和廢料 所以要整體有效、永續 還得靠著技術進步和政策配套 快問快答的時間 太陽能板產生出來的是哪一種電呢? 歡迎在下方留下你的答案 我記得按燈